由嘉義開往阿里山的森林鐵路是由林務局直接經營的,原先鋪設的目的是為了搬運山上林區的木材,同時也兼營客運。 近幾年來由於林班木材產量減少,而本省觀光事業發展得非常迅速,這條森林鐵路已經成了以客運為主了。 但是由於山區依照雨季,鐵路的路基常常受損,因此維護費用一直很高。 這條鐵路在一直虧本的情形之下,目前由鐵路局來接班,希望能夠轉虧為盈。